大家好,我是第一美食的阿飞 今天分享一个炸品枯的做法 不用担心品枯细油,营养也更加的丰富 话不多说,我们开始操作 首先,我们准备品枯500克 把根切掉,适成均匀的小块 再准备一把洗净的菠菜 锅中烧水,加入少许的植物油 植物油能防止菠菜的营养成分流失 水操开以后,放入洗净的菠菜 操水20秒钟老出 用清水冲细冷却备用 操水能够减少菠菜中的草酸含量 使用时更加的安全 菠菜老出来以后,倒入准备好的苹菇 操水两分钟左右 苹菇断生,表面变量时倒出 用清水多冲细几下 挤压出苹菇中的水分备用 榨汁机中加入少许的清水 放入煮软的菠菜 打成菠菜泥 然后把菠菜泥倒入苹菇中抓拌均匀 让苹菇均匀的裹上菠菜泥 加入史盐两克 胡椒粉一克 史然香两克 再放入史量的湿淀粉 顺着一个方向 把淀粉搅拌成粘稠的糊状备用 食材全部准备好以后 我们开始炸苹菇 锅里烧油 油温生至五层热食起锅 把瓶菇逐个放入锅中 防止粘连 把锅重新放在火上 继续下入瓶菇 这样才能保证前后下锅的瓶菇 生出一致 炸这瓶菇全部飘起 表面尾胶式老粗 身高有温至六成热 把瓶菇倒入锅中 复炸30秒钟 倒出控油 经过复炸的瓶菇 内里软嫩 表面焦酥 炸好的瓶菇 要快速的抖散降温 才能保持瓶菇 焦脆的口感 最后撒上椒盐 摆芝麻就能食用了 这样做出来的瓶菇 不会细油 口感鲜嫩 裹着焦酥的绿衣 颜色也更加的丰富 下酒当领食 都是不错的选择 好了 这道营养健康的 炸瓶菇就做好了 感谢你观看第一美食 简单粗暴的美食视频 阿飞肯定下期见